補充多一點 剛才那些家庭館還在買很多都是國際化的股份 有一個指標大家可以看著 始終凡是傳統智慧上 這些很國際性的公司 你凡是美匯升得太厲害 對於那些美國的企業 其實業績不是那麼好的 因為始終你其他外匯 你想想如果我賺到歐洲人的錢 我euro跌那麼多 其實你會賬面是蝕底了 所以其實我自己 原來今天沒有說過dollar index 其實dollar index我們自己會看 現在大家當然會是大家不斷覺得 美金是好像最好的標準 我記得剛才Mike前跟Irene說 其實對於香港人來講 美金升是沒有太大的感覺 有時候會迫到香港的fundman 是覺得持有錢變得有壓力的 但是你反過來 如果你接觸外地的投資者 或者外地的客人 其實他們覺得 其實買美金都是一種投資工具來的 因為他們可能拿著澳紙 歐洲其實是自己在下跌的 這個其實是有分別的 因為你long住一種product 和你short住一種product 其實如果好像香港的fundman 可能反過來 我們看到美金升 要給客人在那裡 我唯有去沽euro 但是沽東西和你long住美金 有一個最大的分別就是 你沽東西你會有一個時間成本 你甚至有一個利息成本的 所以在這方面香港投資者 有好又不好 就是在美金這個角度 但是我回到想說的就是 美匯我們自己看有機會 可能是強攻之末的 那個強攻之末 它會不會專程去試多一次 穿一穿頂 去10 即穿一穿105 去106 107 可能會的 但是我不知道 這個時間上 我覺得它要再供 時間越來越短的了 因為如果它6月 美國再不推升到美匯指數 這些東西 其實你之後隔離那些ECB 甚至你看到澳洲 紐西蘭 那些其實開始說第三季 會加息相對 會加快一點 那你到時其實那個美匯 就未必再有這麼大的力 可以這樣承接上去 是的 那如果到時會不會 我這樣說 如果美匯真的回落 我們自己會看 如果它失手103 即其實這個是兩天前來 我們已經想定的 即如果你失手103 即見102開始 其實有機會就是這堆美國那堆 國際的科企 開始可能是其中一個 見底的信號之一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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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